好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卫视的时事大家谈 四年前 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提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具体说来就是要到中共成立100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到中共建政100年时建成所谓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那么四年来习近平的强党梦 强国梦和强军梦都有了哪些进展 普通老百姓的购房梦 上学梦和就业梦是否已经实现 中国距离法治梦 民主梦和自由梦的目标还有多远 那么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节目就邀请两位嘉宾来参加我们的讨论 那么坐在我们演播室里的这位嘉宾是网络杂志纵览中国的总编陈奎德先生 陈先生你好 你好 河北独立作家时评人士田奇庄先生通过电话连线参加我们的讨论 田先生你好 你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 同时也欢迎各位观众听众朋友们打电话提出问题 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 400-120-0551 另外您还可以通过VOA卫视在YouTube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 我们的网址是YouTube.com斜线VOA China 刚才我们看到我们说了很多梦 那么中国梦的这个概念自从提出以来就已经在中国被炒得火热 首先我们来请两位嘉宾谈谈你们对中国梦这个概念的理解 那么习近平提出的这个中国梦都包括了哪些内容 我想请我们演播室的嘉宾陈先生您先发表您的看法 中国梦这个提法大家知道实际上也就是一种所谓中国共产党 每一任最高领导人上任的时候 他要加冕的一个意识形态符号 意识形态口号 例如像江泽民先生他就有所谓的三个代表 胡云涛先生他就有所谓的科学发展观 那么习近平先生也不能例外 这是中国共产党的惯例 他必须有一个自己的一套说法 以表示他是新的 一任中共的最高领导人 这样一种历史性的惯例 这就是中国梦他们提出的 你刚才说到了 谈到了他们基本的几个国家富强 民族振兴 人民幸福 这些话都是非常抽象的 非常一般的话语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这个时候中国共产党一贯的话语体系 有相似关系的 也就是它是一个集体化的国家目标 它这是一个变着花样的一个富国强兵梦 和一般的我们听到其他国家也许也说梦 但是你说美国梦 它是指的每个美国个人 他在美国奋斗要达到自己的目标 要达到哪些生活幸福的目标 例如房子或者是产业 或者是自己的事业发展 这点是和一般的限制民主国家的 提到的所谓的人民的生活目标 是不大一样的 好的 那么河北的田先生 河北田先生 刚才我们的嘉宾陈先生 他讲了他对习近平提出中国梦的理解 那么河北的田先生 您怎么看待习近平的中国梦的概念 我觉得人有梦想 有希望 有奋斗目标是好事 可是中国的统治者 往往好胡思乱想 好大喜功 他们提出来一些梦想 往往不切合实际 不是从这个国家的实际出发 不是从民众的愿望出发 而是根据自己想象 提出来一些好大喜功的东西 是吧 所以说这些统治者的一些想法 距离现实往往相隔的很远 反而给这个国家带来了很多混乱 不切合实际 结果使我们实际的生活 实际的奋斗 与那个梦想 距离的相当遥远 尤其是现在这个提法呢 说是中国梦 要国家富强 民族振兴 人民幸福 可是呢 我们实际需要的是什么呢 是人民幸福 民族振兴 国家梦想 把这个顺序一定要摆正确 你中国梦的顺序 首先的第一位的是人民幸福 这才是这个根本和目的 可是呢 你把前头这些人 这个主次关系摆颠倒了 这很肯定就会出现大问题 好的 那么看来我们两位嘉宾呢 对这个习近平提出这个 中国梦的概念理解呢 看来都是就是富国强兵 看来是习近平提出 中国梦概念的一个主要内容 那我们就来看看这四年里呢 中国在富国强兵的这个道路上 取得了哪些进展 还是陈先生 您来发表看法 实际上大家知道 这个习近平上台以后 说富国强兵 如果是把它分开来看的话 其实中国确实在前三十年 就是说习近平上台之前 由于改变了毛泽东的治国方程 特别是在经济方面 社会生活方面 改变了毛泽东的生活 加入了国际社会的一些基本的秩序 也就是说特别是像WTO这些东西 所以说确实经济上获得了进展 但是到习近平上台以后的这几年 大家注意到 他这个所谓的富国这方面 并没有什么进展 甚至某种意义上在经济上向下 下行的速度越来越快 向下滑的趋势越来越强 而且经济上危机四伏 出现了非常大的问题 所以说他所谓的富国强兵 起码从富国这方面来说 并不比他前任的强 甚至某种意义上比他前任的 要在这方面要弱得多 要失败得多 强兵方面我想他可能有所进展 有所载货他把中国的军队 中国人民解放军队所谓的结构 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变化 就原来的军区结构 搞成战区的模仿西方国家 特别是模仿美国的 而且把自己的信任的人 调到了军队的各个方面 我想但是是不是强了 这个我们不知道 但是习近平先生 他自己本身对军队掌握的力度 或者掌握的 他的支持度更大了 这点我想是可能的 好的 那么河北的田先生 您呢在中国 您可能对这个 中共领导人 现在这个复国强兵的 这些措施 可能有更多 更深入的了解 请您给我们听众 观众朋友们介绍一下 我现在明显的感觉到 尤其是中央的电视台的四号节目 这个军事频道 一直在鼓吹着战争的气氛 一直在这方面的 加强这方面的宣传 而且对于军事影片的拍摄 军事题材的渲染 军事加大什么 增加了新式装备武器 一直在这方面 不断的煽动 我觉得这是一个 很不切合实际的东西 因为二战和冷战结束以后 靠战争获得资源的思维模式 已经渐渐失去了市场 如今的世界潮流是发展科技 发展经济 通过商业贸易占据更多市场份额 是吧 各国之间的大多数矛盾 完全可以通过协商得到解决 诉诸战争和武力的概率 大幅的减少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 没有必要专门提出强军吗 这是我的看法 好的 那么除了这个强国梦和强军梦之外 我们看到加强共产党的地位和执政能力 似乎也是习近平关心的一个重要议题 所以他还应该有一个 我们把它称为强党梦 因此我们看到才有这个反腐败运动 那么两位嘉宾 你们如何看待习近平的反腐败运动呢 陈先生 当然习近平上任以后 最显著的 全世界都比较注意看到的 甚至中国人也注意看到的 是他在反腐败方面的力度 相当大 压大了 而且有些所谓政治局常委 这一级的人也受到了牵连 也受到惩罚 应该说 客观地说 反腐败的当初 是受到了比较广泛的欢迎 特别在中国 但是这几年过去以后 大家越来越清楚地发现 这个反腐败它的选择性太强 它是相当有选择性的反腐 也就是说 它变成了一个权力斗争的工具 成了一个党内清洗的手段 这个大家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哪些人是绝对不可能被牵连的 被反的 被抓出来的 而哪些人是一定 甚至它实际上 它的经济问题 并不是它的 在人们一般印象中是最主要 但是它也是因为经济 就弄出来了 所以说这样一种 反腐的号召力 就在这样一个趋势下 逐渐下降 甚至带成了党内的 所谓的代工 代政 经济逐渐下滑 都和它这个反腐败的 这个选择性很大 而且人人官场 人人自危 搞得 大家官不了身 有些人可以说这样 所以说整个的 整个的中国的政治结构 政治体系 发生了重大的一些改变 甚至说中共自己也谈到了 要堕正 要打击堕正 要怎么样 所以这个情况 我想恐怕还会继续一段时间 但是习近平这个反腐败 能够走多远 他是不是走出 他这种选择性的反腐 利用反腐进行党内清洗 这样我们现在看不出来 好的 那么河北的田先生 您在中国感触可能更深 您怎么看待习近平的 这个反腐和他的强党梦呢 我认为中共已经拥有 八千万党员 占有了几乎所有的公共资源 掌握了领导一切的权力 再强还能强到哪去啊 目前中共不是不够强大 而是自身腐败难以克服 这是古往今来 占据绝对统治地位者 无法克服的难题 要想消除这种致命隐患 唯一的办法就是 培育有竞争力的对手 只有对手强大了 才能实现有效监督 自己才有危机感 才能不断克服自身缺点 不断改进提高 如今的中国共产党员 不查都是孔帆森 一查都是王宝森 连公开个人财产的改革 都不敢提到一时日程 根本得不到民众信任 所谓强大 叫我看来就是做梦 好的 现在我们有一些听众 观众朋友们 还有网友 都等候在 等候在我们线上 要求加入我们的讨论 我们先来接电话 山东的王先生 王先生你好 喂你好 请讲 喂你好 请讲王先生 我认为吧 这个中国嘛 主要是要体现 体现人民的衣食住行 要是要体现人民要富裕 但是我们从教育方面来说 那么他的教育 现在都还没有 就只普及了义务教育 那么对于高中教育来讲 还没有完全普及 例如得效 还要交一顿的费用 那么穷人 就不能上好的学校 我认为应该从本质 从基础开始抓起 好的 再一个是强国 强国首先应该 应该民抢 那么人民 民抢不了 教育不能为先 所以说 那么他根本就得不到解决 好的 谢谢您 王先生 下一位是河北的张先生 张先生你好 你好 我认为习近平受到 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拥护 因为中国的传统是 希望有强人统治 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情节 这是一个总要因 它的反腐败 也受到相当的支持 但是有些问题 还是应该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因为光靠什么红色基因 白头山血液 这个不是一个政党 应该选择的民主方式 应该适应普选 虽然美国选择了特朗普 有人认为他是250 但是毕竟是民主的产物 我认为就显示中共的强大 就适应普选 谢谢你们 好的 谢谢河北的张先生 下一位还是河北 河北的秦先生 秦先生你好 你好主持人 我觉得中国人没有梦 所谓的中国梦 只不过是那些官员的美女梦 全你们罢了 好的 谢谢您 谢谢河北的秦先生 刚才我们三位听众 观众朋友们发表了 他们各自的看法 陈先生 这些观众的看法 我想大家的意思 都比较一致的 就是要一个国家的政策 它要落实到每个人的 衣食住行的 基本的需求上 一个民主宪政国家 我们经常谈到 不一定它一个国家 要有一个总体性的 一个国家的目标 我们看到历史上 有这样一种 总体性的目标的国家 往往最后造成的是 对人民的戕害和灾难 例如像日本当时 大东亚共荣川 提出一个非常伟大的梦 要亚洲人解放出来 例如德国人 当时说是我们 日耳曼民族起来 要反对英美帝国主义的 对我们的压榨 我们的凡尔赛条约 我们受了很多股 等等等等 做一个国家的梦想 要强大起来 整个国家要成为一个 最抽象的 最高的 绝对至上的一个目标 这样一般的老百姓的 最后的生活 最后大家看到的结果是 受到了非常大的损害 所以说一个国家的梦 基本上是要保证每个公民 他自己的幸福 自由和权利 基本权利 所以正像一个 我们举个例子来说 每个个人 可以有自己的梦 例如我要 今年要找个很好的工作 我要买一个房子 或者租此类的 但是一个国家 它是要保障 每个国民 有追求自己幸福的权利 保障这个制度环境 就像交通规则一样 我们每个人 每个人开的车 都到达不同的 自己的目标 每个个人的目标 不一定是相同的 各个人目标 甚至很不一样的 但是有一个法制的规则 交通规则限制你 你到达目标 但是你在任何一步 都必须遵守这个规则 有些规则 这样才是一个 现代正常的国家 而不是说一个国家 大家都拥着一个目标去 那么这个国家 必定会造成灾难 好的 那么河北的田先生 刚才呢 我们有两位河北听众观众 这个参加我们的节目 发表他们的看法 那请您回应一下 他们的这个意见 好吗 我觉得大伙说的都挺好 尤其是前面一位先生说的 这个中国现在最迫切的是 需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那是河北的张先生 那是河北张先生的观点 请讲 对对对 这方面 这是人们的更多人的梦想 因为现在中国的GDP的发展 经济的增长 使大家的衣食住行 这个基本的温饱 基本的生活已经得到满足了 他们应该对人需要追求更高的理想 更高的需求 需要把更多的精神需要得到满足 可是这方面的就需要政治体制改革 来配合实现大伙实现这个想法 如果没有这方面的这个进展 大伙的需求 希望还是得不到满足的话 那么你就没有幸福可言 也没有他的这个理想实现可言 对 好 那么我们看到呢 在习近平这个三个层次的这个中国梦的概念里呢 刚才我们的两位嘉宾都提到这个问题 就是人民的幸福被排在最后 那么现在我们就来谈谈这个问题 就是说四年来人民的幸福目标实现了多少 在我们请嘉宾发表看法之前呢 我们先来看一看我们的网民 他们呢发表了大量的这个 有关这方面的这个看法 总体来说 我们的听众观众朋友们 他们是不满意的 我们先来看 Ed Chow 他的这位网民的看法 他说黑客帝国中的母体所营造的梦境 虽然美好 但却是以泯灭人的尊严为代价的 新闻联播中的中国梦同样如天堂幻境一般完美 那么请问当局如此宣传意欲何为 有梦就有梦醒的时分 虚假的宣传骗不了人民 一位叫包子菜的这样一位网民 他说说实话 说习近平这几年搞的真不像话 他说反腐不过是斗倒政敌 经济一团糟 物价稳步上涨 房价就更不用说了 他说这个中国梦我们不要也罢 一位叫风林火山的 这位网民 他说今年认真考学被骗的 徐玉玉的中国梦 碎掉死掉了 考上大学治病的魏泽西的中国梦 梦碎病死了 大学庇佑后奋斗职场的 刘灵力的中国梦梦碎 被开除在诉讼中也病死了 在职场奋斗成功的雷扬 在归途中呢 中国梦也碎了 他被警察打死了 在事业巅峰的飞行员余旭的中国梦 碎在飞机表演中 坠亡而死了 这五个无辜的年轻人的中国梦碎 究竟谁该负责呢 这是否印证了中国梦源 不是对所有人都是平等的 这样一句话呢 那么我们接着就来讨论一下 这个人民幸福这个问题 看来我们刚才几位网友不太满意 那您的看法 是 这个情况恐怕 比如网友说的恐怕 有些时候我觉得还要严重 大家知道习近平现在上台以后 本来例如像在经济上 他们有一个18届三中全会的公报 谈到了要以市场为支配性的力量 来进行支援调配 但是后来发生的一切大家都看到了 包括股票市场 政府加大干预的程序 包括后来的一系列的经济上的追踪 一步一步的向倒退 我举几个最简单的 根本过去说是要向前走的 要改革的东西 没有改革 就是说像市场准入的问题 有时候大的国有企业 有些亏损的非常严重 但是国家还是用了纳税人的钱 大量的补贴 有些企业的市场准入 有些行业 例如媒体行业 例如银行业 例如铁路业 例如石油化工 这些市场不能进入 你怎么会称之为市场经济的国家 所以他习近平先生 他上台以后 在这些方面加大倒退 再说土地制度 大家知道是个 中国现在的房地产的问题 非常严重的是 和中国的基本的土地制度有关系 是国家垄断了土地资源 让政府作为卖地收入 进行盘剥老百姓的钱 所以这些方面 所有的这些方面 我们没有看见往前走的贯彻 例如三中全会的 就18届三中全会的 而反而是向后倒退 所以一系列的发展 刚才很多嘉宾 还有很多朋友也谈到了 向后倒退 所以老百姓的生活也越来越过 甚至不如前几年 这个情况我觉得 恐怕是要值得关注的 好的 那么河北的田先生 您在中国 您对目前人民幸福 这个概念怎么看 您对目前的生活满意吗 我说一说 我现在已经退休 我住在农村 我没在城市里头住 我因为对农民的生活 现在感触比较深 体会也非常深 所以说我简单说一说农民 因为毕竟在中国农民是占绝大多数 很多人对农民的实际状况了解也不多 所以我借这个机会 我想说一下 这几年尤其是这四年以来 农民的幸福指数 肯定是在负增长 大致体现在这么五个方面 一个是农民收入下降 化肥农药种子价格没降 可是呢 玉米小麦的收购价 却不断下降 如今农民种粮的积极性 也不断下降 料荒的土地越来越多 养殖业呢 也不断下滑 我们周围处的养牛养养兔子 专业户大都赔钱不干了 是吧 第二个是打工者不好要工钱 许多人找不到活 有的找到活也不能及时结算工钱 第三个是呢 农民的这个养老金 给的太少 四年来由过去的五十元增长到七十元 这二十块钱 可是呢 这些年的物价增长远远高于这个比例 农村合作医疗呢 个人缴费由过去的一百元增长到一百五十元 有些人就不交了 而且大家明显的感觉到 这是同样的病 花钱比以前反而更多了 第四个是结婚 彩礼持续高涨 比多村民被结婚到处举债 农村光棍越来越多 第五个呢 是前几年非法集资充斥农村 有的县农民几十亿存款被席卷一空 讨还无路 辜诉无门 是吧 虽然村里还有人不断盖新房买新车 但总体消费水平在持续下降 农民的幸福止步 不升反降 这是我的直观体会 好的 那么我们看到河北田先生呢 我们这位嘉宾 他在中国 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呢 来讲述了他对中国梦的这样一个理解 我们现在有一位山西的福先生 他等候在电话线上 请福先生您发表看法 福先生您好 行轮到我了 轮到您了 对 我想说的是 这个中国梦已经取代了白日梦跟黄粮梦 成为人们新的口头禅 如果你要是想做点什么不现实的事情的东西 人们就常常用你在做中国梦来嘲笑你 像咱们的老百姓呢 白天晚上做做中国梦 白天做一做现实的中国噩梦 这对这个国家来说 权贵来说 只要是老百姓手里没有选票 我们就能继继继续发展下去 继续富而不败 继续可以发财 好的 继续能保持住这个 看起来稳定和谐的状态 好的 谢谢您 山西的福先生 我们这一位网民叫周厚毅 他跟福先生的这个观点呢 比较相同 他说什么时候做梦 当然是睡觉的时候 也就是说中国梦呢 说只有在睡觉时 在梦中可以实现 我们看到呢 看起来从刚才几位听众 观众和网友们的这个来电看上 他们普遍对现实不是特别满意 对于这个中国梦 这个实现呢 他们有个人有个人不同的 这个感觉和这个体会 那么现在看起来呢 中共领导人的梦 和中国普通老百姓的梦 确实不是一个梦 就是说中共领导人的梦呢 做的大部分是富国强兵的梦 但是跟普通老百姓息息相关的 还是呢 跟一般国际民生有关的问题 比如说住房 老百姓有住房梦 上学梦 就业梦 这个 那么我们就来分析一下 这个习近平和他这个执政党 他提出的这个梦想 和普通老百姓那个梦想 究竟有多大程度的交集 是不是一个梦 我想他们如果是要使得 所谓的上层他的梦想 要和下层老百姓的需求梦想 能够差距比较小 绝合起来的话 唯有 刚才很多朋友已经提到 唯有进行一些基本的制度性改革 也就是说你要把老百姓的需求 要有负责任的 所谓的现在政治提出的 要有负责任的政府 问责的政府 要老百姓的需求 要能够反映到你政府的行为方式上来 老百姓有什么需求 他会通过哪些渠道 问责 通过哪些渠道 施加压力 使你政府对他有所反映 你如果政府和这个老百姓的需求完全不相关 为什么不相关 因为例如选票 例如老百姓没有 这几十年来没有任何基本的 他的宪法权利 就是话语权 他不能办自己的杂志 不能办自己的广播电台 不能办自己的 不能真正的制度性的渠道 来反映他的要求 那么上层也听不到这个东西 或者把它压制出这些东西 使得所谓的底层的要求和上层的反应 之间完全脱节 这个社会当然是说 上层的梦和下层的梦 当然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中间的渠道怎么打通 一定是制度性的改革 一定是 例如老百姓的需求了 他用选票来表达 老百姓的需求了 他用他的声音来表达 他的媒体的声音来表达 诸如此类的东西 如果没有这样一种中间的通道 也就是没有一种这种制度性的通道 那么这个底下的梦就归梦 上面的梦归他的梦 两者之间是完全没有关系的 好的 河北田先生 请您发表一下看法 我认为这个习近平和他的这个 所谓执政党提出来的梦 确实跟民众想的梦想相差太悬殊 在如今这个是全世界和平发展 这个大趋势下 根本没有必要做什么强军梦 是吧 在这个民主的大潮流下 也根本没有必要做什么强党梦 应该把主要资源投放于改善民生 不断提升民生的生活质量 现在的中国 这个贫穷人口还很多 贫困人口还很多 是吧 大伙对于这个国家领导人 慷慨外援 动不动就往外撒钱 颇有为辞 是吧 对于这个国家动不动 就把这种大量的经费 投入于根本就没有什么 现实需要的这些所谓什么 空间研究啊 天体研究 这些不靠谱的事情 根本都是非常反感 是吧 我认为在当今这个经济条件下 这个全国人大应该明确两条重要原则 一个是政府必须要保障 所有公民 不能生活在联合国规定的贫困标准以下 是吧 中国公民不脱贫 国家不得对外实施援助 第二个是 公民不脱贫 当地官员不得提之提心 你得有这些要求啊 不然你们做你们的梦 是吧 老百姓做老百姓的梦 这相差的太遥远啊 对 根本就 不能想到一块去 这个国家怎么能够向一个方向 努力发展呢 是吧 能实现大伙共同的目标呢 好的 谢谢您田先生 我们再来接电话 福建的陈先生 陈先生你好 你好 主持人你好 嘉宾好 请简短发言 官方的解释就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问题是理想很丰满 现实很骨感 现在的时代已经不再是几千年前了 现在的世界潮流是追求自由民主和有保障的人权 汉朝和唐朝再强大终究还是灭亡了 这就说明一个封建王朝 就算再强大没有制度作为保障也会有衰落的一天 好的谢谢 强大的历史会很短暂 为什么不积极去努力改变当下的制度 改善当下人民的权利和民生 却要去追求几千年前虚幻的荣光 如果国家的武力强大起来了 就能解决问题 那么为什么苏联倒下了 苏联难道不强大吗 经济世界第二 军事更是与美国不相上下 却在一夜之间风崩离析 不倾听人民的呼声 自欺欺人言而盗零 不顺应历史潮流 顺应民意 而是一味的逆天而行 那么下场终究会是很悲惨的 好的 谢谢 谢谢您福建的陈先生 河北的孙先生 孙先生你好 你好 请讲 我现在可以说吗 请讲抓紧时间啊 孙先生 我说两句 第一句是这个 中共这个政权是一个法西斯政权 你不要指望他做什么好梦 他做的这个梦啊 就是巩固他独裁政权的梦 对老百姓来说 这就是噩梦 这是第一条 第二条是 中国老百姓如果说真有 中国梦的话 那就是坚决的 埋荡中共独裁政权 这就是中国老百姓的梦 好的 谢谢 中国老百姓梦的 明天早晨就把中共政权给埋荡了 这就好了 完了 好谢谢孙先生 下一位广西的何先生 何先生 你好 请讲 请抓紧时间 何先生 我是广西的 是这样的 我觉得 我觉得 中国梦是管理体制的梦 它不代表我们人民 好的 明白了 明白您的观点 广西的何先生 明白您的观点了 就是说 您的观点也是 就是说 中国梦是官方的梦 不代表人民 我们有一位网友 他的名字很有意思 他的名字叫 网名是恩来 我是泽东 他说我要发表意见 习近平不断喊 中国梦的动人口号 有民族主义 民生主义内容 可惜没有讲民权 中国老百姓的自由民主人权 仍然是梦幻曲 实际生活 还是暴力维权下的 精神奴役和肉体折磨 这是噩梦 那么刚才 陈先生您提到这个问题 就是要动体制的这个问题 我们现在就有人 有很多人都是这样的看法 刚才我们许多听众 观众朋友们 也都提出这样的看法 就是说 温饱问题解决之后 人民幸福的一个重要的前提 应该就是 法治 自由 民主 这些东西 那么我们现在就来看看 中共的这个梦 它距离我们现在现阶段 法治 人权和民主 自由这方面 还相差多远 我想 相差很远 大家都很清楚 但是问题是在于 它现在不是 逐渐的往那个目标靠近 而是 最近几年来 反而是一步一步的向后退 你是说习近平执政之后 上台以后 所以这个事情是值得 所有的中国人忧虑的问题 因为现在大家知道 全世界所谓的共产党国家 其实只有五个 而五个其他的几个都慢慢的在变 所以一共真正的以选举制度为基础的 所谓的现代现代民主国家 有120多个了 现在以这样一个 中国这样一个庞大的帝国 有些人说 习近平他的梦想 就是要缔造一个红色帝国 现在来对抗世界的基本秩序和潮流的话 我想这个是对中国人是个灾难 对习近平先生本人也是灾难 所以说他如果是认清了基本的历史趋势的话 逐渐的怎么样 不是从他现在这样努力努力的 老经理天天想的是两个一百年 两个 实际上他这个意思就是说 我们中共还是要牢牢地把政权抓在手里 我过去写过一篇文章谈到过 我实际上跟反正梁启晓先生当年说的 实际上将来我相信 不可能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一百岁 这两个持组并列在一起的东西 他不可能活到一百年了 如果坚持这样一种倒行立志 和世界的基本秩序为敌的态势的话 我想这一点 我多的话不要讲了 因为大家的道理都说的很多了 但是习近平先生 他如果是能够真正的认清 他自己的前途 不光是说中国共产党前途 他自己的前途 中国人的前途 那么他如果是坐地置心的话 他应该考虑到他自己的基本的未来 要考虑到基本的世界潮流 这才是我想说的话 好的 那么河北的田先生 我们看到刚才许多网友 听众 观众们 打电话或者在网上发表言论 都发表了他们的看法 许多人都认为 在政治体制改革这方面的呼声 都非常强烈 认为温饱问题解决之后 看起来法治 自由和民主 这些幸福指数可能更重要 田先生 您在中国 您怎么看这些问题 我现在看这个事 必然是明星所向 可是让我们感到非常忧虑的是 现在的习近平掌权以后 他的中国梦 确实是如大家所说的 一直在开倒车 尤其是最近这个六中全会又提出了习核心 明摆的就是要恢复一言堂 党内不允许有不同意见 社会不允许有不同的声音 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 权力高度集中 公民极其有限的宪法权力 日益萎缩 社会组织没有生存成长空间 从目前的态势来看呢 官方不会对民间权力做出丝毫让步 但是呢 我认为也没有必要过分悲观 因为中国改革开放几十年来最大的变化 就是中国人由过去的无产者变成了有产者 有产者必然要维护自己的财产安全和人身尊严 而这一切只能靠民主法治才能实践 如今绝大多数国人对现状非常不满 要求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呢 是日益迫切 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公民开始行动起来 主动践行公民权力 开展公益活动 参与公共事务 参加公民选举 影响公共政策 捍卫法律威严 是吧 由此可见 13亿人的需求 是改变现状的最强大动力 是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止的 因而我坚信 无论攻击叫不叫 太阳都会升起来 好的 谢谢河北田先生发表的看法 今天呢 我们可能我们的节目 有时间的关系就能到这里了 我们今天听众观众朋友们的反应呢 是非常热烈的 我们还有许多听众观众们 等候在线上 没有机会 由于时间的关系 对不起啊 没有机会这个请你们发言了 他们是上海的梁先生 江苏的这个吴先生 还有刚才我看到一位广西的何先生 另外我们在网络上呢 也有很多这个网民 他们发来的这个帖子 我们有没有时间 来意义的这个 跟我们的嘉宾介绍了 由于时间关系呢 我们今天实施大家谈讨论 到这里只能就到这里结束了 我们感谢纵览中国杂志总编 陈奎德先生 和河北独立作家 时评人士田奇庄先生 来参加我们节目讨论 我们也感谢各位观众 听众和朋友们的这个网友 还有啊你们的参与 美国之音实施大家谈呢 是一个自由的论坛 来宾听众观众 你们发表的都是个人言论 不代表美国之音 明天焦点对话节目呢 我们要关注古巴前领导人 卡斯特罗给世界留下 什么样的遗产 以及中国政府砍杀微信群 用意何在 请在北京时间晚上9点到10点 准时锁定VOA卫视 好我是许波 祝大家晚安 下次节目再会